大家好 我是香港胡桃戲班的行政總監 毅以珊 阿祖 大家好 我是香港胡桃戲班的藝術總監 陳文剛 蘭森 胡桃戲班在香港成立了超過25年 在2007年的時候就轉型做專研主體 過去我們已經製作超過100個演出 很多演出 我們也有去到海外演出 包括今次我們將會來馬來西亞T-Pack 做的《黃媽媽中國萬有》 其實我們去過很多地方 包括在內地的重山 上海的歌精藝術節 也都去過新加坡的分海藝術中心 參加它的華戲節 這部戲是根據一個真人真事的改編 就是在中國東北省 塔河這個地方 一個74歲的兒子是一個99歲的媽媽 有一天媽媽就很想出去看看 兒子想去哪裡 他說去西藏 他們沒有錢 用錢的當然用 因為自製的三輪車就出發了 其實這部故事在很多年前我們看過一部書 之後知道是真人真事之後 在網上找到很多資料 讓他們接受很多內地的傳媒訪問 看完之後我們第一時間就自己都很感動 立即不會說 喂 我們真的是否出了那個人做無台劇 那你究竟有什麼產生呢 我們在想這個導演的手法方面 我們覺得不應該用實景 因為用實景去做 根本就表達不到這麼多個地區的一些風景特色 所以我們用了一個比較虛的方法 這個方法就希望透過一些象徵性的一些景點的感覺 令到公眾去一起想像 很簡單地說 這個佈景整個最重要的當然是三輪車 因為他們踩著三輪車游歷了三年 但是呢 剛才導演有說了 我們很想將它用一些長年式一些 用一些象徵性的樣子 我們不想太深深 所以到時來到呢 你不會見到一個三輪車 但是見到什麼呢 其實我們參考了一些戲曲的方法 用一些很象徵的手法去表達一些 例如戲曲的騎馬 或者馬車去做不知騎馬 或者馬車去做不知騎馬 我們也參考了這個情況 我們嘗試將有哪些東西 我們會覺得是需要在部門上呈現的 我們就剔走它 剔走它 剩下最重要的元素留在部門上 讓公眾一起創作 所以他們就會駕駛三輪車 就是駕駛駛 我坐在後面呢 就駕駛了一枝A輪 那就已經象徵著我們坐著的三輪車 那除此之外呢 這個舞台部件 我們都是盡量去簡化 你知道會見到 可能很簡單 三個木箱 兩塊木板 和一塊大布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我們就是用這些東西呢 剛才加上車輪和軚 就可以千變萬化 做了不同的場景 包括他們去到日文大會堂 天安堡 那會是用這些 這樣單的 去砌一些象徵和副寶 出來的 除此之外 還有另一個演出的特色 就是現場的演奏和演唱 是的 我們這次會有三個音樂 包括有烤激 有吉他和口吉 去製造一種比較香川味 濃口的一些音樂的特色 去配合整個演出的進程 他們有時會變成我們內心 有時會變成一個龐立的感覺 去將劇情推進 其實是一個重要的信息 這個信息就是 孝道 其實在現今世代 孝道這件事 已經慢慢被所有人淡忘 但是我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他們應該要一路一路一帶一帶 成全下去 所以我們會將這個劇情 送給大家 有很重要的就是 如何珍惜那樣東西 很多東西 因為當時在這裏的時候 大家覺得很理所當 大家很莫顧的時候 才會再麻煩 所以為何不在這裏的時候 特別沒有珍惜 剛剛在新加坡做的時候 錄場演出 一個月前已經賣了飛 很多人看過是沒有飛 所以這次來到馬來西亞 你們真的要賣了飛 來吧 來吧